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板 您找的人来了 请他们进来 是 太像了 几乎可以乱真 再加上几个球迷做配结就成了 是表哥寄来的请简 让我们去参加球星广场的落成典礼 我知道你不喜欢表哥 喂 是表哥 请简 刚收到 什么 如果我能带我们的球迷堆一起出席 就能在球星广场上留下永恒的足印 太好了 表哥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太好了 马拉 我们与世界巨星在一起了 大家别急 两位国际球星马上就到 劳驾 这次我们不仅请来了两位国际球星 还请来了热情的球迷 这位就是蓝营队球迷白丽先生 大家好 这位是 大家好 我是可可 这是我的女朋友 牛牛 有请世界巨季星阿贝卡阿罗 他们两个将为广场球星之路留下永恒 为人搭着脚印 牛牛 别理他 为了你 我要把脚印也留下 真的 做梦 可可 别这样 我们应该是平等竞争 让牛牛自己来选择 好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正在新落成的球星广场上做现场报道 阿贝和阿罗将在这球星之路上留下他们伟大的脚印 现在剪彩一时正式开始了 朋友们 激动人心的事可终于来到了 两位巨星的双脚已经踩到了球星之路上 太激动了 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安静 大家安静 接下来由白丽安排巨星和球迷合影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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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找你呢 我有好买卖给你做 这么贵 这么贵谁愿意 先生 留个脚印多少钱 多少 五千块 给 给多了 你们两个再换个位置 牛牛靠右边一点 对 上球星之路了 我聪明了 天哪 林哥这是怎么了 可可 我们一家也要在球星之路上留个脚印 这年头谁不想成名 钱不是问题 小善哥 我们几个姑娘也想留个影 不过得让你帮个忙 我只是个义务工 不一定帮得上 真的不帮 不 不是 你就不怕我们告发你 可可 你看白丽把我拍的照片 娘 小善哥 你替我一会儿 我有事去找表哥 对 没人识破 全世界都相信阿罗阿贝在球星广场 绝对万无一失 对 我已经安排好了 未来球星之路 小孩子也可以留脚印的 可可 那么快就走 我有急事 听话 咱们回家 不要 我不要回家 我要在未来球星之路上留下脚印 花什么多钱留个脚印 你发什么风 你要做未来球星 牛牛 这是我献给你的 白丽 我的牛牛 牛牛 我也是要对你说 晚上请你吃饭 休想 怎么这样 嘘 表哥就要来了 我们必须 马拉 去把你的朋友们都叫了 你来 你来 不还是你 你是我的师兄 你来吧 是正应前锋 你们俩别退来退去的了 不就是拍一张头顶球的照片 我们俩都顶 你们都是足球大腕 不是吗 是 当然 阿伯顶球总是晃来晃去的 我没法子拍 你没事吧 这可是我有史以来不浅最好的意思 再口径一下 我也这么想 来 快拍 阿伯晕倒了 这点球星风范都没有 可可 这位阿罗克没法拍照 什么 有人晕倒了 好 我马上就到 没长眼呢 可可可 工作得怎么样 你的收钱包 你的照相机 把这些收好 多么激动人心的意志之脚印 我要投资更多的球星广场 该死的麻辣鬼 老板 我的脚印被那只狗破坏了 你还我钱 别急 还还我钱 你舒服的 我们有钱套的服务 不 天哪 要保护我的球星之路 今晚我要你坐在这看一条重要新闻 新闻有什么好看的 不 今天有轰动的新闻 阿贝阿罗还有我都在球星广场上留下了永恒的脚印 真的 怎么说我是在为国际大球星做反的 各位观众 下午在球星广场发生了特大新闻 假球星阿贝阿罗晕倒在广场 怎么是假的 金属正的就此案展开尿杂 这怎么可能 最早的还是球星之路 已经面目全非了 大家请看 我的脚印 居目记者说 这是一群恐怖分子 或是一群家犬所为 我的脚印 迄今为止 保存最完整的 就算是本师球星灵格的脚印了 太好了 还在那 不过 怎么像是一群猫的脚印了 什么 猫 一个名叫柯黑的年轻球迷 成了这次事件中的英雄 还有它的名叫马拉的小狗